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迪士駕駛報告 今天是星期日 一早早晚晚了半小時開工 但也沒有工作 都是這樣做 雖然晚了半小時 五點半開工 但我估計可能出場 散場的人流都應該還在 現在經過三號幹線出場 現在我正在思考去旺角還是尖沙咀 之前也有人看過 通常星期日 人們喜歡去旺角 但其實尖沙咀也有一定的人流 不知為何我本人喜歡去尖沙咀 我本人偏向去尖沙咀 旺角的話 應該是不錯的 但現在先去尖沙咀看看 因為最後我決定是跟我的心情 我去到剛才的交界位置 就決定去尖沙咀 但我這裡深感不妙 看到對面的空車出來 就麻煩了 尖沙咀沒有人 我一轉進去諾士佛台就知道了 沒有人 糟糕 為何可以從柯士甀看得出尖沙咀有沒有人 就是因為在諾士佛台 沒有客人都會經過柯士甀走 所以 這時候接到客人 在Uber 在重慶大廈 在西葛龍站 是一個短途的行程 不過 沒有所謂 先開桌 因為 一枝旗都未做到 然後 尖沙咀沒有人 有客人做都算OK 先開個好處 然後 在前面 再過多個路口 轉左 進去西葛龍站 進去西葛龍站 進去地底 駱客區 這裡的駱客 OK 駱完駱客後 部署又去哪裏 看到 Uber 的地圖上 港島 很重的家城 紅色的 決定 駱駱駱駱駱 我怕在九龍站 在九龍站 坐在那裏 既然港島 看到有家城 試試駁一搏 有時追著家城 會成功 有時就不成功 有時追到過去 已經沒有了 但這次 都OK 因為一過海 或者還未出隧道 就已經接到 一個單 就是 1.7倍 車費 就是1.7倍 即是1.7倍 加城 相當不錯 就算是短途期 也沒有問題 因為 你這樣成了1.7倍 也很高 這個客人 就從堅道 去德庫道西 是短途 但也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港島 加城非常重 所以 就算在港島 做短途也沒有問題 譬如這個 堅道去德庫道西 都是7至頭 都相當不錯 平時做 這種旗 我相信 30多 40 頂籠 所以 我相信 都能回到我 隧道費 好了 在前面 這個位置 轉左 然後 再轉右 去德庫道西 德庫道西 和屈地界 這個口 好了 下車後 繼續去找客人 這個時候 又接到客人 就在皇后大 西 現在 就在 JAN 酒店附近 現在 先去那個位置 前面 這個客人就在 從皇后大 西 西九龍站 唯有 這裡 轉右 轉右 出來 然後 看到旁邊的 機場 巴士 都滿 超 早 6點 左右 都是超 滿 巴士 可能 那些人都不在旅行 可能是上班為主 好了 這個就是皇后大 西去西九龍站 那 問題 我剛才是故意來港島的 但是現在就要 將我帶回九龍 明明港島就加成很重 但我又沒有設定了 Stay在港島 其實 隨便吧 看看 照著做 看看怎樣 我免得特地設定 Stay在港島 好了 轉右 就可以到達西九龍站 第二次去西九龍站 已經 第二次去西九龍站 好 這裡 下客 下客後 繼續去找客 我看到 U8地圖 看到旺角 重加成 現在我要去旺角 跟著 那些 需求 來走 看到那個地方 有需求 跟著來走 這樣 那 又 又轉出來 跟著旺角 旺角 牌 接到客人 出來之後 就在 朗紅坊 在 博蘭街 轉進去 現在 直走 窩打路 直走 博蘭街 去到 朗紅坊 的位置 這裡 也有些 街客 後面 看到 由朗紅坊 去馬鞍山 連峰路 即是 近張木頭 遞琴彎 那些位置 可以走 青沙 可以走 獅子山 不過 導航就寫 走獅子山 獅子山 一定會走 短一點 現在 都不塞車 燈位 雖然是多一點 但燈位 通常都很順 你見到 你見到 燈都 都完全不用 怎麼停 其實很快 就可以去到 絲碎 現在 一直去絲碎 不過 馬鞍山 就 早上 早上 因為 早上 馬鞍山 需求 比較少 一會兒 部署 可能 車子走出來 連鋒路 連鋒路 就在烏溪沙 還未到 西沙路 西沙路 回旋柱的位置 轉進去 剛才所說 張木頭 替琴彎 的位置 所以 一路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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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馬鞍山 繞道 走到 烏溪沙 那邊 現在 過馬鞍山 的 期間 突然有點 慈窮 突然 不知說什麼 不過現在快到了 這裡 靠著 右線 一路直去 好 一路直去 差不多 下斜 再下 回旋柱 連鋒路 就差不多了 連鋒路 就是這條路 我們 車這個客人 才知道這條路 叫連鋒路 平時都不知道 好啦 出回來之後 就 走了 算了 去馬鞍山 再逗留 都沒有意思 我 我 夠膽 但是我感覺上 不要說夠膽 我感覺上 現在 邀安 可能排了10架 然後 可能在 錦鷹縣 也可能排了10架 8架 這就是我的感覺 然後 可能平均 會 5 6分鐘才 動一架 成了 10架 才能動到 所以 不在這裡逗留 再在這裡逗留 也沒什麼意思 現在 就 直接 擠車出回去 旺角附近 這是我的想法 但是 這個行為 就 會浪費你的精力 不是浪費 就是會消耗你的精力 以及消耗你的燃油 不過燃油成本很小 消耗你的精力 以及消耗你的時間 燃油就佔很小 所以就不會計算 那 就 但是 有時候 你出到去 都是沒有客人 可以 所以 就 自己衡量 這個行為 遠距離 吉車 吉車走回去 你覺得會比較旺的地方 是一個有風險的行為 就好像現在 我以為 來到 九龍塘附近 都應該有客人 或者 我開著Uber 會響一下機 誰知沒有 HATX 沒有空白 空白的一瓶 好像 街上人流都比較少 但是 這個時候 接到客人 在 又一城 達之路 都OK 但是 剛才我出到旺角的客人 才知道 糟糕 人流量 奇怪 很少人 因為可能 有下雨的關係 因為 你看到現在 是下雨的 都合理的 下雨 我都不會想 出門 如果 早上下雨 我又 不一定要出門 我會選擇 遲些才會出門 因為我比較有偏好 沒有喜歡下雨 我喜歡陽光 很熱 天氣 我不喜歡 冷 又下雨 由達之路 去香港 龍舟總會 訓練中心 在沙田 崩景花園 陋圖花園 附近 現在 過去 龍舟總會 再往獅子山隧道 的公路 然後 一直去 從 這一個出口 轉 轉 油 再過一個路口,再轉向左邊 再轉向左邊 繼續直去,直到最後的停車場 就是龍舟仲會 現在繼續去找客人 見到九龍東面的需求很大 又是在Uber地圖上見到紅色、橙色 範圍包括九龍城、觀塘、將軍澳 但我要走這條隧道 大佬山隧道是很貴的,不過算了 試一下購一購,20元 20元我要做一支27元的旗,我才能回到本 但沒辦法,試一下吧 早上沙田都還沒這麼好住 沙田通常都要 九點、十點才慢慢出 出到九龍東這邊 出到九龍東這邊 我發現九龍東這邊比較靜 不要緊,不要緊,先去廁所 因為我想去廁所 再看到池愛村的位置 也應該沒有客人 先去廁所 去廁所出回來 又繼續去找客人 可能去池雲山中心 看看 立即有客人 去五巡節聖結會永光堂 你這個這麼像 我之前拍片 拍香港奇觀片 的其中一個教堂 但那個教堂在西灣河 那現在 現在 這個教會就在 這一個 的 樂府那一邊 那就是 在 那個客人 跟那個佛教院附近 這樣 那就是我會去 那就是 這裡這樣下去 然後 靠左邊 這樣 然後呢 在這裡一直直 去佛教院的路口 就是這個位置 轉右 進來 那這裡就是 五巡節聖結會永光堂 那好 現在繼續去找客人 那我的方向是出回九龍城 那這裡直去 出回九龍城那邊 我的想法是 將軍澳 不想在這裡逗留了 再在這裡逗留 就是 譬如這裏有點奇怪 但可能還是去回 旺角啊 附近的地方 那可能去回 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將軍澳 就是 壽無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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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旗的距離 就會長一點 假設他們都是去旺角 那些 他們的距離會長一點 所以 車費就會多一點 那所以呢 就直去張軍澳 這段路是吉車來的 但是呢 我來到差不多 張軍澳的時候 差不多可以進去張軍澳的時候 那麽 就接到那個客人 就是那個紀律部隊宿舍 由觀塘紀律部隊宿舍去沙灣消防局 現在就經東瑞過去 這也是一個長途的行程 我感覺到沙灣消防局是有得走的 因為我剛才看到 沙灣消防局 貝沙灣、碧瑤灣的需求是比較大的 地圖上顯示 所以待會我再部署一下 我看到地圖顯示 其實那邊 我到達的目的地附近的需求是比較大的 現在經回灣仔繞道 再出回江羅道西 我本身 看到地圖寫 堅尼地城再走域多里道過去 我感覺上是波富林道 即是剛才 跟西應盤牌 直上波富林道 我感覺上這樣走會比較短 但是 我感覺上這個乘客 應該是經常坐開的 然後 然後 Uber 路線 應該是推介這一條 我感覺上 他經常坐開走域多里道 所以我都不做其他操作 如果是街客 我會問一問他 或者 不是Uber 接的 我會問一問他 但是 這個Uber 路線 我估計坐開走域多里道 因為 因為司機都會跟著導航來走 所以我都會跟著走域多里道 但是平時 我感覺上 走域多里道 近乎走整條域多里道 距離是有點長 因為域多里道是有些九曲十三彎 比較長 現在就到達了 到達之後 繼續去找客 打算去一去 可能華富那邊 現在就過一過去 或者 看看會不會接到 再走前一點的時候 接到一個客人 在碧瑤灣 現在 就過一過去先 轉過去 然後再一直走 看看這個客人 去哪裏 Uber 接的 現在就在這裏 下碧瑤灣 等一等 碧瑤灣去 都是灣 但是深陣灣 一個長途的行程 我想說 大家也知道平時 我都是媽媽的 對於這些長途行程 即是太遠的 通常我都 有一些 都不是這樣想的感覺 不要去太遠 怕累 怕我沒什麼精神 但是呢 這一天 我又OK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要記回 我早上的開局 是有點差的 因為早上 早上 去尖沙咀 沒有客人 又要刺車去港島 又被人帶回九龍 然後進馬鞍山 又要刺車出來 今天整個早上充滿著刺車 所以 生意額也是很麻煩的 雖然我不是 超級超級超級 體重的生意額 不過 我想我自己的心態 之前都有人 曾經問過類似的問題 我想我的心態 其實是 當是一個 challenge 盡量 Try my best 盡量盡我所能地 盡量盡我所能地 盡量盡我所能地製造某個生意額 做不到也沒有問題 不會不開心 但是 盡量盡量盡量是打遊戲機的挑戰 所以 我經常是這樣想 的 所以 都開心的 其實也是很開心的 長途旗 只是真的會很累 像我這一天 style 我爭取完深浸灣 都會有一些會覺得累 因為 始終你一下子走了 四五十公里的公路 你用了精神是好多的 除非你是 完全不看鏡頭 不去留意前後車距離 純粹給油 要煞車的時候收油 一直都不留意周圍的情況 但我覺得這不是專業駕駛者所為 正常 你也要看後面鏡頭 看有沒有車在後面頂住人 收回慢線 時刻留意一下左右鏡頭 看有沒有車會停車過來 這些 你作為一個想安全回家的人 也未必說是專業駕駛者 你想安全回家 你也要這樣做 總之你是長期維持在同一條線 但有時候 隔一段時間都要看鏡頭 看看有沒有人 有沒有車衝出來 會突然間有輛電單車 這些都是要留意的 可能是我自己 可能其他人 我不知道其他人會不會都這樣 但我覺得正常都要這樣 正常都要多點看鏡頭 留意一下 有時候 未必是自己問題 人家有問題 都可以令到你回不了家 所以 對 所以 你一個 差不多四五十公里 去到深圳灣 我還要駕車出來 可能 六七十公里 的一個 長距離的行車 然後 在路面上 的確會消耗一些精力 無可否認地 不過 行程上 都很開心 因為 距離相當長 在小時之內 都 賺到不少 所以 都可以的 好了 話這麼快 說完了 來到深圳灣 這邊也是大霧 看到後面的城市景色 好 這裡 沒辦法了 還是駕車出去 逗留在這裡 沒什麼意思 我打算駕車去南地氣站 入氣 你說那個氣站比較便宜 價位就好像是 專用氣站 即是最便宜的石油氣站 以及最貴的石油氣站 中間位 我去清淤入的石油氣 是很貴的 是5.87 在葵聰石油氣站 是3.8 3.73 在藍地 是4.5 多 一升 所以看到藍地 就是 介乎在專用 和非專用的中間 所以 過一過 去 藍地 石油氣站 好 回旋處 這邊轉右 來到這裡 神奇的事情 發生了 就是接到客人 不過也不是很神奇的 我想說 御風花園 那一帶的人 都 經常去 召喚的士 我現在接到客人 其實這個客人 雖然是藍地大街 但其實看到是御風花園 那個位子 是比較近 遠風花園的位子 是比較近 這條路 那麼 南地大街 去黃埔法園 再謝謝 這個客人 帶我出去 九龍 那 好像 那些 那些 行運席 慢慢就回來了 即是 早上沒有那麼幸運 慢慢下半段 就比較幸運 那好吧 那好吧 現在經過屯門公路 出去了 那 對我來說 就是這樣 車到人 進深圳灣 然後再進深圳灣 出回屯門 又車到人 出回九龍 對我來說是蠻幸運 不過 我 再幸運的事情 對我來說 就是突然間有客人 去買一些很爛的路 去買一些什麼入村 去買一些古怪路 我會更開心 如果有客人去的話 那 因為自己的車去 好像沒有客人帶你去 那麼開心 那 之前我也有看到 一些留言推介 那些路 就是九龍坑 或者是 那些 北區近著 黃厚山附近 那些後面 那些路 就是粉嶺後面那些路 那些路 或者是什麼 杜峰山有愛村 那些路 我全部都想去 但是先找一個適合的時機 或者還有什麼大武山 臨道 就是在大武山 再上頂尾 去到圓波波下面 那個閘口位 那條路 那條路 都蠻有趣的 我都想去的 全部都 那麼 看看未來 有機會我一定去 那麼 可能駕駛到附近 那些就會去一下 好了 那麼 現在就經回這個 的 嘩 嘩 嘩 長青隧道 出回去 九龍那邊 那邊 現在就 一直直到 三號幹線 一會就要再上 加士居道天橋 但是我看到 加士居道天橋 導航顯示 是 很紅的 但是是星期日 不要忘記 星期日早上 來的 我想是導航出錯 導航顯示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開開星期日 星期日早上 加士居道天橋 怎麼會塞的 對 就是這樣 就是不會塞的 所以導航有時候 都會出錯 有時候 都未必準確 我的經驗 通常是 加士居道天橋 星期日早上 只行早上 不會塞的 就是剛才這樣 一秒 也不是一秒 也會多些車 但是 很快就能過得到 好了 現在的客人 就去黃寶方園 轉左 毛湖街直去 先 一路直去 就一路直去 哇 這個阿婆 那有個人 拉回她回馬路 因為 我不知道她 是不是意識不到 她在馬路 然後 剛才那個婆婆 不過 老人家 自己每天都會變老 體諒一下 我完全不會撥人 不會在那裡 對貼人 吹人 以及 人家還是老人家 有她 好啦 那 不過 跟老人 拉回她一把 叫她走上 走人路 也是好事的 因為她站在馬路那邊 難保有個大貨車 看不到她 那就 拜拜 對了 自己開車也要小心一點 好了 再接觸客 加里酒店 現在是有加成的 每張單加20元 這張單是有獎金之餘 再有另外的加成 而我記得 就 對了 加里酒店去統一中心 好 那就 經過紅水 首先 直行基里士南路 然後 轉左 毛湖街 再轉左 就去 這個 差不多 再轉左 就可以 入到紅水 了 現在紅水 地線 改了之後 我感覺上 好像現在是 公平一點的 那些速度 即是走左邊和右邊的兩條線 那些速度 是差不多的 我不知道 她 應該不是看了那條片 而改的 我覺得 總之 公平一點 她有實質需要 而改的 因為她左邊 又在做工程 巴士 賣站出站 很煩 所以她就 因為這個情況 而改 好了 今天來到統一中心 落客 這裏金鐘站 大排長龍 那 就走 因為現在 還有獎金 所以 暫時 暫時 不接街客 除非突然間 有解一下 就做了 這個時候 想去廁所 就去 馬基千峽道 這裡 可以停車 有標位 先去廁所 先去廁所 好 去完廁所回來 繼續去找客人 那 就 去 這個 江德道 沒有客人 但是 現在 直去羅便神道 為什麼呢 因為 接到客人 客人就是堅道 現在先過去 前面 有很多霧 很多霧 現在半山 看遠一點都看不到 現在 都是白霧一片 好了 就在堅道 就去土地灣 即是 那些人走龍隻 會去那個位 那 這個也是有嘉誠 有獎金 但是 另一個問題 去到堅道 不是 去到土地灣 基本上 駛車走 不過都可以 還好 這樣 由土地灣 駛車到梢基灣 附近 都 10分鐘左右 好 現在 就 經 東 市 打到 東區走廊 去回 石澳道 那邊 現在 一直 直去 東區走廊 一直 直去 跟著 石澳 還有醫院 那個牌 跟著那個牌 就對了 對了 龍隻 這個是之前 我想說 就是 未開關之前 都 很多人會去 很多人會去 那邊走路 但好像開關之後 這些交遊人士 少了很多 連帶去龍隻 去土地灣的人都少了很多 另一方面 我一直開關的時候 我心想 大家看到這個情境 又大雨又大霧 都照行山 我問好 其實 基本上 你走一分鐘 已經是全身濕透了 你有沒有理由 擔傘 因為 很少可人 擔傘 我印象中 大雨大霧 一陣子 又看不清楚前路 又有些危險性 但是 我看到兩個人 裝束 似乎是走開山的專業 不是說 就這樣 一般市民 他們有 行山帳 穿了全身的衣服 黑色的 保護衣 還是什麼 應該都可以的 專業 判斷了 行山 但如果一般人 例如我 沒有走開山 人 無故大霧大雨的日子 我來到這個位置 我會選擇 直接離開 對 你看 這裡很大霧 好 這位置就 對 好 那就 繼續去找客人 不知道 但是 我剛才看到 有些人是去行山的 是不是 你專業行山 有 這些是否真的 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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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上 全身濕透 對鞋子濕透 好像很不舒服 不過 可能 有些人 堅持 有一個毅力 無論如何 我都要去行山 這樣 好了 現在說回來 就 出回去 這個 沙基灣那邊 其實看到 沙基灣那邊 嚴重的 加成 很高的加成 看到 那就 看看 什麼環境 去回 這個 沙基灣那邊 對 那 就 轉 左 下去 經過柴灣道 下去 然後 接到 客人 1.5倍加成 再加 20元 獎金 那 就 我覺得可以 好 現在 看看 沙基灣 天穴廣場 的位置 轉 左 就是天穴廣場 好了 沙基灣天穴廣場 去荃灣 海灣 花園1.5倍加成 再加 20元獎金 其實剛才那位 掉頭 回到東區走廊 會快一點 但是 過了才 醒起 所以算了 西灣可想 我想說 1.5倍加成 再加 20元獎金 去荃灣 好像 20多公里 260多元 多謝你 真的 真的 我想說 真的 有時候 真的不要看 早上 不要看 一開始 幸運值 比較差 之後 哇 又 深圳灣 又出回 屯門 出回 黃埔 來到 沙基灣 竟然接到 一支 這麼棒的旗 260多元 就是 未連隧道費 隧道費 會分開給我 Uber 上面 哇 哇 哇 我有些是 難以相信 因為我做這支旗 二十幾分鐘 至三十分鐘 二百六十幾元 我是 哇 哇 即是 慢慢慢慢 生意壓 又 上升到某個位 有這樣的加成之下 有這樣的長途期 還有 高加成之下 那 真是 無言以對 去到荃灣 又是正 為什麼 這個位 這個中數 回到荃灣 大概 大概 11點 12點 這些位置 去到荃灣 基本上 已經多客 所以 就 正 那 一會再 跟著 可能 我也是跟著 需求走 今天的玩法就是 其實平時 我都很少會這樣 很少會看地圖 哪裏多客 但今天 我就試一下 這樣 好了 去海灣花園 前面 直去 再轉左 直去 再轉左 通常 海灣花園的人 都是在巴士站位 下 就是這個位 海灣花園 下了客 之後 全灣的需求 沒那麼大 但看到海濱花園 出來的的士 都有客 但我打算做Uber 為主 所以 接到一個 不是 沒接到的 現在 過一過去 這個 葵坊那邊 然後 逃房 這條路 走過去 走過去 過回來 之後 接到一個客 就是 在 新葵 興花園 很快 會到達 接著 有巴士 轉左 到達 上客 新葵 興花園 是穿龍的 還有一個 嘉城 有獎金 還有一個嘉城 這支 是 一百三十幾 一百四十元 又是 我真的 哇 真的 不錯 不錯 不過去到 村龍 都不是一定的 九成 九成 機會 都沒有客 隨便吧 你都 你都接了一些 正旗 剛才那些 每一支旗都很棒 每一支旗都很棒 就是 今天這個日子 真是一個先苦後甜的一日 平日正常的星期日 一定是 最旺的時候 一定是早上的酒吧 散場下 反而我今天不是 反而是早上下午才開始旺 然後 在村龍 經過全錦公路 一路上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 這個全錦公路 其實這條路都很闊 其實完全沒有需要過火位 你完全跟著自己的線路走 就可以了 其實這條路是很闊的 不過那些人是會駕駛得快一點 如果你只是駕駛 即是跟著牌子走 可能會不斷被人推 即是跟著50 甚至乎你6、70 都應該會被人推 這條路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 自覺想安全一點 就 可能真的要有巴士站 或者被車主進一進去 讓人先走 因為 那些人 不過可能這條路 可能 那些人都是習慣比較快 好了 那現在我打算先進去 因為都走了很多 今天有進深圳灣 又出回九龍 又不斷急車 所以 先進去 先進去葵聰氣站 葵安道石油氣站 那裡的石油氣比較便宜 但是呢 如果繁忙時間 要勁排隊 那現在我看看 我現在過去了 那要不要排隊 12點 多 現在過來 一秒直入 那好了 現在繼續找客 出回葵坊 可能去葵聰廣場 看看外面 那個非正式的的士站 看看 有沒有客人在那裡 有兩輛車在等著 算了 然後去吃飯 那 就 進來這條街 這條街都 可以買下一些外賣 這樣 那 正想著吃飯的時候 有人截車 做完啦 聖方街去 麗景村入景樓 那就 27元的騎士蛋 不過做完啦 我想說 有時候是這樣的 就是 平時你想有客的時候 也未必有客 當你去吃飯 去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哈哈 突然間有客 真的 往往是西市 就是這麼難料 只能這樣說 好啦 這裡 下完客之後 就去吃飯 那 就是下飯聖方街 去回我剛才去的位置 因為我就是想在那裡吃 想著去吃那些 蒸飯 買一買的 什麼 包點達人 什麼包點先生 類似那些 附近有的 或者看看有沒有那些 糧送飯 好像附近都有的 待會再部署一下 現在就 下回來這個 的位置 去聖方街 煮油 等一下 等一下 有錶位 喂 那就可以坐下 吃安樂茶飯 現在就去這個 剛才就去了這個 KFC 吃 這個 一出來 很快就在小巴站 上客去著月亭 因為 小巴站大排長龍 估計兩格 十九座 兩格十九座 才夠 兩格十六座 可能都未必夠 剛才那個人龍 那些車回不了 可能有些原因之下 好 所以客人就選擇 改成的士 其實 這裡過去好像 34元 那小巴兩個人 是不是十多元 那都是給多20元 其實都不是給多很多 其實 所以 都OK的 好了 來到這個 的著月亭 下客 下完客之後 又 上客呢 去葵方村 喂 那 好像現在的客 保持住 保持住 正常的 正常的 星期日的下半部分 正常都應該要有客 那現在去回葵方村 那 這裡都是直去 直去 去到車場 就 入閘 轉右 入閘 那這裡 就下客 下完客 之後呢 就 打算出來排一下 隊 然後呢 接到客人呢 都可以在葵方村 不可以另一邊 進去 就在臨時得體育館 對面 進去 在這個位置 就上客 由葵方村 去旺角道 那 現在呢 就在旺角道 那個行人天橋 附近的位置 對 現在呢 就 出回九龍 要 直走 然後呢 就 一會兒 上禮橋 這樣過去 靠油 這些行程都是好做的 怎麼這樣說呢 通常都快 全季清 但是去旺角 通常價錢不便宜 速度都快 因為 通常都是依賴這條 的禮橋 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好了 一會兒 就跟著油麻地出口 然後呢 去到 旺角街市 就轉回 左進 這個 的 阿加露街 對了 那 就在這裏 轉回左 然後在這裏 再轉左 然後呢 前面轉右 已經在旺角道 那 這裏要靠左邊 給客人下的 所以呢 現在就抽到左線 這邊 那這裏就下客 下完客 下完客 之後呢 再接到下一個客人呢 就是這個 的旺角水渠道 那這裏 那這裏見到 那些金魚街 那些車很多 我打算 可不可以 兜個圈 這樣進回去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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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回來 不過都沒辦法 這裏是要塞的了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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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角水渠道 去同路灣威飛路道 那這裏 那這裏 我就想過 好不可以 一下子到最右 然後 再上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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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裏 我可能 感到不可以 這裏 那裏 都是可 Cost 有多棺 Leodon 道 直去 然後 然後 那裏 其法 那裏 下裏 那裏 那裏 這裏 這一裏 那裏 立 Cho 那裏 那裏 要靠右線上天橋 下來 靠左邊 然後呢 這裏就 塞車 紅碎不是很塞的嗎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呢 如果你看看這一天的日子 可能也有些人知道什麼事 我都很奇怪 有這麼多車 我駕開星期日的 好像不是這麼多車 又停了那裏 會在隧道裡面停車嗎 星期日 你看 超奇怪 我心想是不是撞了車 還是什麼 不是撞了車 是撞了 以為美斯會來踢球的旗 那這一天就是 那些人以為美斯會來踢球的那一天 所以 剛才那些車 那些車一大堆 全部想切上去堅拿道天橋 落到大球場那邊 造成一個停車的情況 沒有影響到我的 我又不是去大球場 那我就去這個銅鑼灣 威飛路道 那這裏轉進去就對了 OK 威飛路道落客 然後再接到下一個客 就在這個 的 海穴酒店 那都是一邊 直去先 然後轉回左 在前面 轉左 進來 然後呢 這個位置呢 又是轉左 上來這個位置 那呢 就由這個的 北角 不是 不是海源 是北角 海日君卓 sorry sorry 是海日君卓酒店 去 晴天半島 好了 那就經回彎仔繞道吧 都非常之快 非常之快 可以完成的 因為晴天半島 在九龍站出口而已 這個也是全程公路 現在 直去這個灣仔繞道 然後呢 就 出來灣仔繞道 這個光樂道 西的天橋 一直直走 然後呢 就 下去 這個 一個的西瑞 西瑞靠左線 左線呢 就是 可以去到九龍站上蓋的了 那麼現在呢 這裡呢 走左二線呢 才是正線 就是現在有兩條線呢 都可以 出到去 這個九龍站上蓋 左一線 和左二線都可以 但是左二線 才是正線 左一線 就有一個讓車的 那條地線 好 現在來到 晴天半島 我看到有客人 剛才的士站的位置 看看我下客之後 有沒有其他師兄接觸的客人 沒有 那我現在上客吧 晴天半島 去拔稅南書院 附屬小學 那麼 咦 星期日 原來這一天呢 是拔稅南書院 附屬小學的 開放日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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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就很多家長都 有一個望子成龍的心態啦 希望他入名校啊 讀個好書 打一份好工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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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小學的人流都相當多 有些人去 BB車也去 可能從小到大培訓 浸淫在 男拔催的氣氛下 但BB車差了幾年 你坐在BB車是否通常幼稚園都沒讀 不准提早感受一下 對 就 這個就是 8歲男孫婦小學剛才有上街的客戶 客戶就擺放了一輛車 因為他怕附近沒有位置 所以就坐的士過去 現在就過去了 他這個人也是 蠻 Smart的 生活常識方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 你知道旺角東 附近的停車場 如果你是旺角東 過去的距離好像有點遠 新世紀廣場的停車場過去 可能有點遠 其次那裏新世紀廣場 大家都知道 停車場排得很瘋的 外面的位置經常都排了長龍 那你 又好走又好泊車 都是一個好選擇 現在又 去海廣花園上街客 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常常在右一城上客都是去九龍東面 有去過 順利 豐盛街 也有去的 我常常都去捉遠 我常常都是向東面走的 我記得有些司機留言跟我說 他常常都是向西面 去旺角 深水埗 石結尾 或上去上面 北架山花園 我常常都是向東面走的 他就說他常常都向西 真的是 看彩數 顯然就是 對我來說 去東面是比西面好 東面客人 會比較多 好了 現在 客人就說虎山道海廣花園 其實他就不是虎山道的 他就 視乎我怎樣去 虎山道就要轉入這條街 就可以來到 開港花園 一落客又立即有客 開港花園去 波斯富街 銅鑼灣波斯富街街客 街客過海 都好的 有回程廢修 其實他想去大球場 但是最後 他就說 去到附近 有位落就行了 他知道競失車 我本來打算去市內廣場 或者附近 那些 但是 因為去到波斯富街 太失車了 所以他就下車了 首先 現在要去東瑞 直去 靠著這條快線 就可以去東瑞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要切出一條線 好了 然後 跟著這個東瑞牌 就可以去東瑞 這一天就是 剛才所說的 這個 扣王 美斯 訪港 就沒有踢球 沒有落場踢球 亦都 沒有跟別人打招呼 那些香港人就 很憤怒 那就 你問我怎麼看這件事呢 我不是足球抗熱份子 我就 坦白說 沒什麼特別 我的心態是中立 還有 那個 如果你說到三四千元 太貴 太貴 即 不是很值 有沒有他下場 我都覺得 不太值 所以 如果這樣說 我很理解到 那些人的憤怒 為什麼呢 因為 那三四千元的價值 如果我抽離了 美斯價值出來 其實這場 如果你看 一般的 有儀賽 應該是 三四百元 那些人的價值 那些人應該會有這個 HOOP VALUE 在這裏 他們期望價值 這個就是 他們期望會見到美斯的價值 在這裏 但是 最後 好像是 印傷 人家受傷 都沒話可說 那些人的價值 在波斯庫街 上客 去山光道 馬會 那 客人說 成和到上 好 收到你 那 這個乘客 是一個 小妹妹來的 可能是三四歲 那樣的 她在 稱讚我 英俊 我想說 真的很少人 會稱讚我 我覺得她說話蠻忠肯 蠻有道理 想不到 三歲的小朋友 人生月曆 比起其他人 更加多 看東西看得那麼盡 真的 謝謝她 我都拿得很開心 她這樣說 很笑 我都稱讚她美女的 雖然我沒有看她的樣子 但是 我也有稱讚她 我都不排除 她在沒有看我的樣子 就稱讚我英俊 但是她可以從 我的的絲證 或者從 我的道後鏡 看到我的樣子 希望她有一個 公平的審核之下 先說出 常述的言論 而且不希望她 每個人都這樣說 因為她這樣說 可能會 派了N多張 好人卡給人 稍後的時候 讀小學 或讀中學 如果她也是 口甜舌滑 我想那些男生 真是神魂瘋了 好現在 再接到客人 在這個 世貿中心 一路直去 比較失車 絕大部分人 都是去 想堅拿道天橋 對 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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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江德道 好 直去 那 就 那 我一定要走這個 內告示打道 因為這裏 減不出去 去到前面的位置 才可以減出去 告示打道 好 去江德道 那就經紅綿路上 上 上紅綿路 一直直上 一陣子就靠著右線 靠著最右的線 上橋 落橋 靠左 在前面的位置 在前面的位置 轉回右 下客 下完客後 繼續找客人 我打算下回 下了客人 下了客人 這個時候呢 其實呢 就 上去 一去 馬幾仙峽道 那個 廁所 的 但是 這個時候呢 又接到客人 所以 做完啦 因為不是很急的 少少啦 但也不是很急的 看到他在附近 去一去 咦 這裏做什麼呢 不知道 好 那就 要上一上 去上面 這個 地利根德里 那客人就是 地利根德里 10號 但是 我不太sure 是不是要進去 但看到有些 車進去 我試一下進去 那就在這裏 等一等客人 那你由本山 地利根德里呢 就去這個金鐘 站 地利根德里 穿回舊山頂 這樣去吧 那麼舊山頂 在這裏轉回左 然後呢 就 出來 那麼再下山啦 那麼 金鐘站 我跟 即是 我這樣估計啦 大盤長龍 金鐘站 人流 很多人在等的士 因為 近交間時間來的 3點 尾 3點尾 差不多4點 那就 做了啦 跟我鎖鳥一樣 交間時間 好啦 那現在呢 就上客 上客 金鐘站 去保雲道 那就 都是 馬基斯均 到 轉入保雲道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感覺上呢 通常都 都是的啦 金鐘站 不會去得太遠的 客人 這也是27元的行程 保雲道這個位置 下客之後呢 我看回HKTaxi 保雲道去九龍的旗 等等 先按下去 就向同客人確認了 就跟客人確認了 就 保雲道就去旺角 GK 這個保雲 台那裏 不是 保德台 保德台呢 就去旺角 拿路神街 哇 回到郊間 還有 回程費收 還有貼士收 因為他 加了10元的 這個 加了10元的貼士 哇 我想說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後半段是很順暢的 真是 哇 臨膠間都可以找到 回回九龍旗 我原本已經打定宣訴 而且 我在寶雲 剛好 我知道旗在寶雲 有沒有這麼巧合啊 日誓字就是這麼巧合 好 還要有貼士 真是非常好 帶我回去 九龍旗 好 待會出來 跟著 旺角牌 剛才也走過差不多的路 窩打路就直去 然後就在廣華街 轉回 這個 那條什麼路呢 就是在廣華街 轉左 再直去 再轉左 就是乃老神街 好 轉進來這裡 好了 就在廣華街 轉左 再在前面位置 轉左 來到這個 乃老神街 再直去 那客人就在這裡下了 那好吧 今天就完結了 去入氣膠間了 今天呢 總結一下 雙半部分 媽媽的 客流很少 然後又經常要駕車 下半部分 敬順 好像去到哪裏都有客人 人生的事就是這樣 即是 不要因為前面少少的失意 少少的不如意 就垂頭喪脂 繼續去做 慢慢慢慢 即是這個 幸運呢 都會再上來 我覺得 都有點勵志 其實我欠了這一間 我覺得 哇 為什麼會這樣呢 開局開得差 但是後半部分 是繼續去到哪裏都有 去到哪裏都有 蠻好蠻好 那好吧 現在真的進去交間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